现在先讲讲一些重要的新闻 第一件事就是 要讲回习主席 他讲了什么 新近习主席在 金砖国家外交部部长会晤的开幕式 视像形式致辞 习主席说 国际形势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的因素 日益突出 金砖国家应该坚定信念 以实际行动促进和平发展 维护公平正义 倡导民主自由 为处于动荡变革期的国际关系 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习主席也讲了 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 片面追求自身安全 只会造成新矛盾和风险 金砖国家要加强政治互信和安全合作 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密切沟通协调 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相互尊重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抵制冷战思维和集团对抗 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 五国要和更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展对话交流 增进理解互信 令合作的蛋糕越做越大 令进步的力量越聚越强 这就是习先生说的 习先生说得很客气 我相信是大有反战的信息 这一段说话我认为我听到 我觉得有些东西是针对俄罗斯 俄罗斯最近搞了一个集安组织的会谈 另外北约要扩大 芬蘭和瑞典会加日北约 很明显是两个集团对抗的 这个我们稍后再探讨 现在就要讲一讲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主持金砖国家外长视频误会 误会 不是误会 说错了不好意思 王毅就说 中国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 只在用最快速度最低成本阻断疫情传播 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既是对中国人民负责 也是为世界担当的 中国有充分信心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硬仗 为全球早日战胜疫情作出更大贡献 这个他说得很对 我们也说过很多次 因为中国是世界工厂 如果疫情在这里的时候 工厂就没有办法正常运作 你只能够清除了疫情 就开工厂而已 所以 说要什么病毒共存 那些 现在没有条件 其实问题就在这里 稍后我们会讲一下 有一种国产新冠口服药的临床研究报告 就发表了 那我们稍后会讲一下里面的情况 是怎样的 那王毅亦都讲了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 他就提醒金砖国家 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 应该继续坚持独立自主 客观公正 那王毅重新 就是中方的立场 就是劝和速谈 那也都讲到 就是输送武器 就换不到乌克兰的和平 制裁施压 也都解不开 欧洲安全的困境 王毅就说 各方要以实际行动 为冲突降温 而不是火上加油 中方支持并期待俄乌双方继续和谈 呼吁北约欧盟和俄罗斯开展全面对话 中方就反对国际经济金融合作武器化 反对脅迫别国 选边站队 要警惕借俄乌冲突挑动 集团对抗 就是这样讲的 当然了 这个集团对抗的东西我们当然不想 我们经常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 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行不行 这个当然有难度 有些人说 这都搞不到 当然我也要说出来 不一定搞得到 但是一定要有这样的愿景 如果你连这样的愿景都没有 就永远都没有可能 没有希望 但是你要有这个梦想才有可能会实现到 如果你连梦想都没有的话 那就不用说了 好了 加拿大有一个新消息 加拿大就宣布了 不准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 华为和中兴 参与加拿大的5G网络建设 他们的创新科学及工业部的部长 叫双鹏飞 他公布这个决定的时候 就说 用华为和中兴设备的供应商 必须移除相关设备 他强调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保障加拿大人的网络安全隐 和加拿大的网络建设 联邦政府就不会容许任何 电讯公司的网络产品服务 威胁加拿大 公共安全部长 盘迪奇诺就说 政府就会引入一个新框架 去保护关键基础设施 免受网络威胁 加拿大在2018年的年底 就应美国政府的要求 拘押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 当然 中国和加拿大的关系 当然不太好 之后还发生了一些拘留加拿大前外交官和商人的事情 总之有些事情是不愉快的事件 但是这些是解决不了的 其实是解决不了的 因为现在西方是会禁止中国电讯设备生产商在外国的活动 其实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就是好像华为那样 五眼基本上已经不会用华为的设备 中兴的设备也更加不会 所以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的 这个世界 我们就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 但是有些人就不想命运共同的 这个是源于欧洲的历史 就是欧洲的思维 他们从来都是竞争 打仗 竞争的时候就是和平时候 他不和平的时候就是打仗 还有他们有一个传统的 这些没办法 思维就是灵和游戏 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不是说大家可以有些 synergy 大家可以一加一大过一这样的情况 怎样一加一得如二的 怎样大过一 那情况就是合作的时候 大家拿到的实际利益 是会多过两边加买的 其实就是 这个是有可能做得到的 这个是双赢的 那么双赢 究竟是否真的做不到呢 其实我的看法就不是 很多事情这个世界都可以做到双赢 不过你一定要放弃了 凌和游戏的思维 这个就是在博弈论里面 就是一个概念 就是一个叫合作博弈 就是参与博弈的各方 都会得益的 刚才我说的 synergy 就是那个协同效应 一定要做到协同效应 那么参与博弈的人 全部都有好处 就不是灵和博弈 就是如果你灵和博弈的话 其实就不太好 这个世界就是 就是现在赢的人就赢了 输的人就输了 这样 其实这个世界长期下去 是不行的 回来讲一下新闻 那拜登 他就坐飞机了 坐这个空军一号 就出访亚洲 那他当然了 就是他在 马里兰州 不是 他第一次就去 这个 南韩 首尔先 是的 去韩国首尔先 接触完首尔的行程 就会去日本 谈完之后 预计他就会搞一个叫做 印太经济框架的事情 赵立坚这样说 中方密切关注拜登的访问 中方认为任何地区合作框架 都应该增进地区国家之间的互信和合作 就是这样 不用骂他 拜登他也有话说 他就继续说 强烈支持 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 当然 土耳其的厄尔当安 他就说 不同意瑞典和芬兰加入 拜登 他就和 芬兰总理和瑞典首相见过面 见过面之后 当然见传媒 拜登就说 芬兰和瑞典加入 会令北约更加强大 但是强大得来 又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美国是全面彻底支持 瑞典和芬兰加入 当然 芬兰 其实 说真的 他有些事情可以改 因为芬兰的总统 叫做尼尼托斯 尼尼托斯说 会用开放和建设性的方式 和土耳其 讨论所有顾虑 土耳其的顾虑最主要是和 库尔德人有关 因为土耳其 把某些库尔德人的组织 定为恐怖组织 恐怖组织 但是有部分人留在芬兰和瑞典 接受庇护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问题 很有可能的事情 就是那些庇护的人 就能收工 他们就不能庇护 他们再去第二个地方 送去第二个地方 送去第三方 或者去奴王达 奴王达 BNO祖国真是厉害的 这一招是厉害的 我估计都有可能是这样的 瑞典首相安德松 他就说 瑞典和土耳其和其他北洋成员国接触 可以解决任何问题 瑞典其实是军备强国 他做的军备很厉害 那他的技术当然是有回合上下 那好了 有一个不是那么好的消息 不是那么好的消息 就是国际油价又升 又升 又升 是啊 那升了2% 又多 其实 现在说回旗油先 7月 伦敦布兰特旗油收市 就报112.04 又升了2.93美元 升幅2.7% 6月纽约旗油收市 每桶就报112.01美元 升2.62美元 升幅就是2.4% 那这个数字其实都挺高 那那 纽约旗金又升了 现在好像避险的问题又多了 纽约旗金收市 每盎司是1841.2美元 就升了25.3美元 那升幅就1.4% 那 那现货金呢 就 报这个 每盎司 1842.63 那 那那 那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唯一找到的可能性 就是这样的 就是拜登又说话了 他又再批准 对这个乌克兰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额外援助 那这次授权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呢 就是 18辆155毫米的榴弹炮 18架榴弹炮牵引车 和三套反炮兵雷达和其他装备 很腐败的 因为法国难财 其实他们也是 就是问美国拿了这些之后 放在一个阵地 然后吠两炮 然后就走了 现在是有这样的情况 吠两炮走 就是有这样的情况 当然 你说俄罗斯方面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俄罗斯方面都有 就是 奇怪的地方就是这样 双方说真的 好像不是很想打仗 如果你真的打仗的话 怎会随便的东西就留在那里 然后就走了 在乌克兰传出来的就更加好笑 当然是被农夫的拖拉基 拖拉基拖走 坦克 都会回收的坦克 这些根本就不正常的 搞笑 双方都是奇奇怪怪的 我也不想说 但是没办法 好了 港股方面 今天应该会好一点点 因为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就是ADR 就比香港收市价 就升了一点 那 科技股阿里巴巴美团 ADR 就较香港收市 升3%到4% 那金融股 匯洞 友邦 港交所 都升少少少 0.7%到2%左右 那美元指数 失手103的水平 曾经跌超过1% 主要是美元兑日圆 现在就升了一些 所以 哈佬说 这次中了 先虎后田 哈佬 哈哈哈 先虎的时候 已经止了 已经 泻了 已经被人斩尽了 哈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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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美元升了超過百分之一 不過當然英國有個問題 英國的通脹當然挺厲害 經濟增長的前景不太好 所以英鎊也會持續受壓 B&O 其實這是福音來的 先說說中國方面的新聞消息 現在內地還是有疫情 但是內地的疫情嚴格來說已經受控 現在新增本土確診191宗 本土無症狀825宗 要看中國有14億人 所以數字根本是低得不得了 是很低的 北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64例 管控人員62例 管控人員即是已經封了成為遺風強檢的人 抽出來62例 社會面的篩查只有兩宗 所以疫情其實我的看法就是受控 上海市現在新增本土新冠確診82例 無症狀感染者637例 其實都很厲害 上海嚴格來說 我的看法就不算失敗 有些人說上海抗疫失敗 我的看法到現在都不太看 我的看法跟其他人不同 習主席還有寫了一封信 給南京大學留學歸國的青年學者 鼓勵一下他們 有機會我們會讀那封信的內容 可能正向下午茶可能周末 李克強就向法國新任總理博爾內 打電話祝賀他做總理 好了 還有一個消息要跟大家說 國務院引出了一個干擾 那個干擾就叫做 氣象高質發展干擾 2022至2035年的規劃 有機會我們都會跟大家說 通常這些嚴肅一點的話題 如果有時間我們周末就跟大家說一說 平時就難些找時間 因為最近有多些其他不同 但是比較重要的消息 好了 商務部的新聞發言人就說 總體來說 這個疫情衝擊影響是階段性暫時性 中國消費銀性強潛力足的特點沒有改變 消費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就沒有改變 這個我也是相信的 疫情是一陣子 其實大家可以看回2020年的時候的情況 你就會知道 它一清零 一清零 社會會想到方法去應對疫情 例如多了人打疫苗 大家對疫苗有信心 不要相信動防針後人亡 大家打齊疫苗的話 其實那個經濟應該是會好起來的 這是我操錢的看法 另外就是國家糧食和儲備局發布信息說 今年的夏糧最低收購價全面提高 這個就是用一個經濟手段去令到 做清儲的資料會少很多 你的收購價全面提高 那些人會計算的 那些農夫是會計算的 那他一會計算的 那當然不會做清儲 這是我操錢的看法 另外烏克蘭決定延長國家戰時狀態 就是90日 90日 可能是90日之後再延長 我不知道會怎樣 希望他們盡快可以找到和平的出路 但是我們也要說清楚是希望的 因為實際上很難的 也可以告訴大家 現在和平離我們很遠 這個世界其實是亂的 是沒有辦法的 世界是不太平的 我們當然很想太平 我們經常都說 靈造成世狗 莫造亂世人 其實是好很多的 當然沒有辦法的 現在這個世界是 直到我們控制 連這些大圍事 我們控制不了 只能夠照顧好自己 另外 厄爾多安又有話要說 他又出來了大資訊 我們是北約成員國 我們不會同意任何 可能危及北約和土耳其自身安全的 北約擴大行為 土耳其有什麼安全威脅呢 我都不太明白 有他就是富爾德仁 因為土耳其裡面是有富爾德仁 有很多富爾德仁 所以究竟他怎麼處理 我也不知道 這些是很麻煩的 另外就是 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發言人 諾文海姆說 在德國訪問的部長 貝塞拉的新冠病毒檢測是陽性 其實現在有誰是陰性的呢 在美國 我也不敢說 我覺得很多人都舔過 我有些親戚都舔過 沒有辦法 世界氣象組織發布了一個報告 它就說 2021年溫室氣體的濃度 海平面都上升 海洋熱量和海洋酸化 這四項氣候變化關鍵指標 都有新紀錄 這個是破紀錄的 當然這個是不好的紀錄 不好的紀錄 我們都沒有辦法 這也是大維視 盡量環保一點 我們現在 能夠不開燈就不開燈了 盡量關燈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那麼 天津 明天 他們又會搞一次 全員核酸 這是內地的消息 剛剛看到 希望 不會有什麼問題 順順利利 我也是希望順順利利 那 上海 22日 會恢復跨區的公共交通 這個就是上海 現在是預備 那 四川 廣安 他們那個 黨政機關 企事業單位 實行居家辦公 據我了解 廣安 為什麼會有疫情呢 也是因為有 在上海的人 就回去了 我了解就是這樣 不過我也不敢確定 另外 近幾天 廣西陰州人民檢察院 公佈了一宗 捉毒犯的視頻 這些我很喜歡看 很刺激 因為我是很討厭毒犯的 我也要先說一下 捉了他們 捉了他們 是捉了他們 對的 毒犯應該要清零 毒犯是要害人的 毒犯是要清零的 沒錯 其實販毒的人應該要清零 他們的身家都應該要清零 英零 身家都要清零 我的身家清零 都未到他們的身家清零 我也知道 媒體 是一種歷史解密 地下司令的好拍檔 全靠這個好拍檔 提供一種原料 將黑色的鴉片 變成白粉 真的將黑變成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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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們休息一會兒 然後回來講講 國產新冠口服藥臨床研究報告的消息